女模特婚后不甘心做家庭主妇 瞒着丈夫悄悄工作 现在我又不是养不起你 你抛头露面就是给我丢脸 谁知她竟与摄影师发生婚外情 还被摄影师妻子抓个正着 大好的家庭你不经营 勾搭我老公干嘛 她无奈拿出三十万元封口费 却想不到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女模特的噩梦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午后一家酒店客房里 皮肤白皙面容娇好的年轻女子张岚 在房里来回踱步 不时地看看手机 似乎是在等人 突然门铃响起 张岚眼睛一亮 她小跑到门边 透过门镜看清楚男人以后 她赶紧打开房门 一把抱住了站在门外的男子 脸上净显浓情蜜意 男子搂着张岚走进房内 顺手关上了房门 正当俩人打算亲热的时候 房门突然间传来了一阵 碰碰碰的巨响 两人觉得奇怪 就在男子走去门边 想看看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房门竟然被门外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用力踹开了 男子被门撞得倒退了几步 一看清楚来人 男子脸都下白了 紧接着 小伙子身后一名女子冲进室内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衣衫不整的男子 甩手就给了他一记耳光 再一把揪住男子的耳朵 把他扯到床边去 指着床上花容湿色的张岚破口大骂 好你个鱼子朗 说给人拍照 都拍到床上来了 被揪住的男子 也就是女子口中的鱼子朗 动弹不得 只得苦苦地哀愁 老婆 有话好好说 你听我解释 事情发展到了这里 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很清楚了 原来张岚和鱼子朗 竟是不正当的婚外情关系 那么年轻漂亮的张岚 为什么会甘心做一个不光彩的第三者呢 张岚是个外貌甜美 身材高挑的女孩 大学学的是艺术专业 大三那会儿 为了增加社会实践经验 她惊人介绍 成为了一名兼职模特 由于缺乏经验和人脉 她只能接到类似饮料 零食等小型产品 上市推广的工作 在圈中名不见经传 后来在一次推广活动中 她认识了活动承办方的 公关策划经理 唐俊 唐俊成熟干练 在业内小有名气 而张岚年轻漂亮 工作又很积极 唐俊非常的欣赏她 于是对她大献殷勤 唐俊温柔体贴 浑身都散发出成熟男人的魅力 张岚很快就被她俘获了芳心 两人发展为恋人关系 之后啊 唐俊利用自己的人脉 为张岚铺路 张岚倚仗男友 很快就在圈里混出了名气 还成为知名杂志的签约模特 张岚毕业以后 唐俊顺理成章地向她求婚 张岚欣然答应了 可让张岚没有想到的是 婚后爱情事业双丰收的日子 并没能持续太久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啊 唐俊的事业蒸蒸日上 可与此同时 她的大男人主义日益严重 她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养家 根本就不需要妻子出来工作 尤其妻子是一个模特 偶尔也会应杂志的要求 拍摄一些性感的照片 唐俊实在不希望妻子抛头露面 为此她多次要求张岚辞职 在家安心做个少奶奶 可张岚对唐俊这个要求 非常的抗拒 这一天 当她得知某个杂志 不再跟自己续约后 她积聚已久的怒气 终于爆发了 张岚怒气冲冲地 来到唐俊的办公室 一进门便嚷道 唐俊你什么意思 你存心想让我失业是不是 唐俊见妻子不肯妥协 脸色一沉 当初和现在能一样吗 现在我又不是养不起你 你抛头露面 就是给我丢脸 夫妻两个人 就这样你一言 我一语地吵了起来 争吵过后 张岚见丈夫 根本没有让步的意思 她非常的生气 她决定离家出走 好让丈夫着急着急 谁知这一走啊 差点连命都丢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争吵以后 张岚就约了闺蜜 去酒吧喝酒 发泄情绪 半夜两人准备离场回家 张岚穿着高跟鞋 一不小心就在楼梯踏空 狠狠地摔了一跤 闺蜜见状赶紧扶她起来 却发现地上有一滩血迹 张岚疼得晕倒在地 闺蜜赶紧叫救护车 把她送去医院 在医院里 张岚苏醒后 医生告诉了她一个坏消息 张女士 您怀孕已经接近十周了 但很遗憾 胎儿保不住了 为了确保您的安全 我们必须把胎儿取出来 听闻妻子出事 唐骏心急如焚地赶到医院 看见妻子脸色苍白 虚弱地躺在病床上 唐骏实在是不忍心 再责怪妻子了 更何况自己也有责任 如果不是自己把妻子气跑了 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事已至此 唐骏心疼地安慰着妻子 希望她可以安心在家好好休养 孩子以后还是会有的 丈夫的理解和包容 深深感动了张岚 她决定听从丈夫的话 安心在家调理身体备孕 那既然这样 她又是怎么跟余子郎 扯上关系的呢 原来张岚在休养了几个月以后 唐骏见妻子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 又开始忙于工作 张岚整天在家无所事事的 她又开始怀念起从前在美光灯下的日子 她觉得自己还是要做些什么来打发时间 这一天张岚上网浏览网页 意外发现有个摄影工作室 招聘服装店模特 这下张岚觉得机会来了 她赶紧跟工作室取得联系 对方对她的条件很是满意 有意聘请她 可张岚实在不想因为工作的问题 跟丈夫起冲突了 琢磨了雪酒 她想到了一个满天过海的好办法 她谎称在家无聊 想学点才艺 报了个摄影精修班 每周定期去上课 实际上就是去做模特 唐骏的工作十分忙碌 自然无暇顾及这样的小事 于是张岚顺利地再次投入到模特工作当中 也因此结识了工作室的摄影师 于子朗 合作了一段时间以后 张岚发现于子朗浑身上下 都散发出艺术家的浪漫气息 待人亲和还整天对自己嘘寒问暖的 想到自己的丈夫唐骏 虽然精明干练 但整天忙于工作 都没有什么生活情绪 张岚的内心慢慢有了比较 对于子朗产生了好感 可一想到自己已婚的身份 他只好努力克制自己内心的情感 而于子朗就没有那么含蓄了 他发现张岚总是偷看自己 对自己也是格外的温柔 很快他就察觉到张岚对自己有意思 这一天 于子朗给张岚拍摄完照片以后 他看着明艳动人的张岚 情不自禁地说 张岚 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 就对你有好感了 我单身这么久 就是希望可以找一个 秩序相投的女孩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我发现你就是我想要的人 张岚文言又惊又喜 可一想到已婚的身份 他决定坦诚相告 子朗 你很好 只可惜我们认识得太晚了 我是有老公的 于子朗见张岚对自己并不抗拒 他一把抓住张岚的手说道 我不介意你有老公 我只要你心里有我就行 我只希望跟你在一起 张岚本来就对于子朗有意思 这一下子就被于子朗的绵绵情话给打动了 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女模特背着丈夫做兼职 跟摄影师发生婚外情 我不介意你有老公 我只要你心里有我就行 地下恋情曝光 女模特被逼给摄影师妻子三十万封口费 我这就去找你老公 问他为什么不管好自己老婆 摄影师离婚后也把他当成提款机 他该如何摆脱这场噩梦 原来于子朗跟妻子陈云是大学恋人 于子朗高大帅气 颇有才华 只可惜家境一般 而陈云的家庭条件就比较好 大学毕业以后 陈云家里就拿了十万块钱 给于子朗开了个摄影工作室 没多久 两个人就结婚了 就在半年以前 陈云发现丈夫总是偷偷摸摸地发信息 打电话 有一次他还意外看见丈夫 嘴角寒春地走进酒店 凭着女人的直觉 他怀疑丈夫在外边有人了 于是他私下对丈夫进行调查 这一天上午 他又看见丈夫偷偷摸摸地发信息 于是他就趁着丈夫 去洗手间的间隙 偷偷查看丈夫的手机 结果竟然被他发现 丈夫约一个女子去酒店私会 怒火中烧的陈云 找来自己的亲弟弟 陪着自己跟踪于子朗 结果真的看见于子朗 跟人在酒店里鬼混 于是姐弟俩踹开门闯进房里 然后就发生了节目一开头 我们说的那一幕 床上的张兰看见于子朗竟然叫别的女人老婆 瞬间懵了 他反应过来后气愤地喊道 于子朗你这个混蛋 你有老婆干嘛来招惹我 于子朗见张兰似乎想把责任都推到自己身上 火气蹭一下就上来了 张兰 你也别装纯情了 我隐婚怎么了 你也是有老公的 咱们都是婚外情 你并不比我轻高 陈云一听这话 气不打一出来 他拿出手机拍下丈夫跟张兰 衣衫不整的样子 边拍边骂道 好啊 原来你也是有老公的呀 大好的家庭你不经营 勾搭我老公干嘛 我一定要曝光你的丑事 看你怎么收场 张兰一听 吓得脸都白了 他扑通一声 就像陈云跪下了 我求求你别告诉我老公啊 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真不知道于子朗是有老婆的 陈云看向张兰的眼神 由愤怒转为鄙夷 他沉色一会儿说道 行 这可是你说的 你们两个做了那么不要脸的事 这种老公我也不想要了 你给我三十万精神补偿 这事就算了 张兰一听 面露难色 自己看似风光 可平时花钱大手大脚的 这三十万也不是小数目 他犹豫了 陈云见张兰似乎不情愿 做事要去找张兰的手机 查找他老公的电话 你不愿意就算了 反正我也不稀罕 我这去去找你老公 问他为什么不管好自己老婆 好了好了 我都答应你 但你也要给我时间准备钱啊 你收了钱之后可得保证 不能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 事已至此 张兰只好将自己婚前的十万元积蓄 都拿了出来 再从婚后 唐骏给自己的银行卡里 取出二十万 这才凑足三十万 陈云收了钱以后 跟张兰签了保密协议 他承诺不再追究 张兰跟于子朗的婚外情 并对此事保密 还把拍下的视频删掉了 张兰这才松了一口气 经过这件事 张兰算是彻底认清了于子朗的为人 这段时间的经历 他就当是做了一场噩梦 现在梦醒了 他也该回家了 可是好景不长 于子朗却没想轻易 放过他 原来于子朗 并没能挽回妻子的心 夫妻二人协议离婚了 陈云拿走了大部分的财产 还将摄影工作室收了回去 于子朗丢了工作 人才两空 不免心生怨气 这就打起了张兰的主意 张兰 你老公那么有钱 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想问你要个几万块钱应急 看在咱们是老相好的份上 你不会拒绝我吧 张兰想起那天在酒店里 于子朗急于推卸责任的丑恶嘴脸 不免心生厌恶 他果断拒绝了于子朗 可于子朗似乎早就料到张兰会拒绝他 他轻蔑地冷笑一声 哈 张兰 你不帮我 咱们就一拍两散 你可别忘了 当初咱俩好的时候 我可没少给你拍性感私房照 你说你老公看到这些照片 他会怎么想 张兰一听 顿时感到害怕 背脊发凉 他万万没有想到 于子朗竟然留了那么一手 他心虚极了 只得低声下气地答应于子朗的要求 张兰从朋友那里借了三万块钱 都给了于子朗 轻易得手的于子朗胃口是越来越大 从那时候起 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问张兰要钱 每次索要的金额都是几万块钱起步 这一天 于子朗又找张兰要钱 张兰终于忍无可忍 于子朗你还算是个男人嘛 有手有脚的 整天问我拿钱 这钱我实在拿不出来了 你别来找我了 张兰 要不是你 我会被老婆扫地出门吗 你不给我钱 咱们就走着瞧 于子朗恼羞成怒 扬言要给张兰好看 好不容易熬到晚上 唐俊一进家门口 就将一打照片狠狠地摔在地上 暴跳如雷地说道 你说 这怎么回事 看到丈夫铁青的脸色 张兰顿时明白了 照片一定是于子朗给丈夫的 他可怜兮兮地带着哭腔说道 老公 对不起 我瞒着你 又去做模特了 这些照片都是那个摄影师哄我拍的 我拍完后才发现尺度很大 我要求他删掉 可他不愿意 还拿这些照片来要挟我 说我不给钱 他就要公开这些照片 张兰很害怕失去唐俊 他索性先发制人 编故事原谎 他只透露了一部分的事实 把自己出轨那部分隐瞒起来 看着妻子哭得梨花带雨的 想起妻子对模特这份工作的热忱 唐俊一时半会找不出破绽 只好暂时相信了他 为了保护妻子的名声 也为了避免再次遭到勒索 唐俊决定报警处理此事 于子朗很快就被抓捕归案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 于子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以公布张兰的私密照作为要挟 向其索要人民币共计15万余元 已经构成敲诈勒索罪 最终法院判决于子朗犯敲诈勒索罪 判处有期徒刑4年 于子朗这个定时炸弹总算是解决了 张兰以为自己终于可以过上安稳日子 谁知丈夫唐俊这边又跟他闹起了别扭 原来为了看看这个欺负自己妻子的男人 是如何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唐俊去旁听了于子朗的庭审 在庭上于子朗辩解 自己跟张兰是婚外情人 张兰害自己离了婚 所以才问张兰要钱的 唐俊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回到家以后他质问张兰 张兰解释于子朗肯定是因为看到 唐俊在法庭内 为了报复自己故意编故事 可唐俊是何等精明的人呢 张兰的心虚他是看在眼里 他越想越觉得这事不对劲 这一天他趁张兰不在家 就翻箱倒柜地查找张兰的个人物品 希望可以从这些物品当中寻找线索 唐俊赶紧打开首饰盒 一打开 金光闪闪的事物映入眼帘 这么一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可唐俊觉得这事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他仔细地检查着 他发现盒子底部有一块海绵垫 他把海绵垫掀起来 竟然发现里面有一张纸 唐俊翻开这张纸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保密协议几个大字 看完这张纸以后 唐俊总算是明白了 原来张兰跟鱼子朗真的有婚外情 这张纸就是几个月以前 张兰跟陈云签下的保密协议 陈云承诺收了张兰30万元以后 不再追究张兰跟鱼子朗的婚外情 并对此事保密 唐俊的内心充满了震惊和愤怒 他马上打电话给张兰 说有要紧事让他赶紧回家 张兰一进家门口 唐俊就将这张保密协议摔在他面前 你究竟想骗我到什么时候 张兰慌了 老公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听我解释 怒火中烧的唐俊听完张兰跟鱼子朗的过往后 只觉得心灰意冷 我这次叫你回来只是想问个明白 我对你实在是太失望了 我们离婚吧 不顾张兰的苦苦哀求 唐俊撂下这一句话后摔门就走 张兰出轨被捉后赔偿对方妻子30万 她承诺不再追究张兰跟鱼子朗的婚外情 并对此事保密 丈夫发现张兰秘密后闹离婚 并讨要婚内财产10万元 在没有经过自己同意的情况下 擅自处分了夫妻控同财产20万 张兰背着丈夫把钱给了别人 离婚时是否有义务赔偿丈夫损失 女模特的噩梦正在播出 半个月以后 张兰就收到了法院的应诉通知 原来是唐俊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并要求张兰赔偿自己10万元 唐俊认为张兰为了赔偿陈云30万 在没有经过自己同意的情况下 擅自处分了夫妻控同财产20万 如今双方要离婚 张兰理应赔偿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 也就是10万元 丈夫要离婚张兰能理解 但是要她赔钱 张兰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毕竟自己这么做 也是为了维系二人的婚姻 那么法院会支持 丈夫唐俊的诉讼请求吗 到这里就要讲到 今天的法律支持点 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处理权 所谓夫妻共同财产 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所共同拥有的财产 最国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1的第17条 针对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处理权 做了两点解释性规定 第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 是平等的 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 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 第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 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 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 取得一致意见 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 共同意思表示的 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 对抗善意第三人 一般来说 夫妻双方为了共同生活而支出的日常消费 如家具日常用品的购置 家庭的医疗 子女的教育等等 都属于日常生活所需的范畴 而像购买 处分不动产 或者其他有重大价值的财产 由于不属于日常生活需要的范畴 而且涉及的财产价值比较大 因此在对这些财产做处理时 夫妻双方应该协商 取得一致的意见 本案中张兰为了赔偿陈云三十万 未经唐俊同意 从唐俊给她的生活费当中取出二十万 这二十万属于数额比较大的夫妻共同财产 也没有用于夫妻日常生活需要当中 因此张兰这个行为 属于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 最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 唐俊和张兰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准予离婚 而张兰因擅自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二十万 需要赔偿唐俊十万元 另外 法院在审理这起离婚案件的过程中 发现当初陈云已要向唐俊 告发张兰有婚外情为由 向张兰索要了三十万元 陈云这个行为涉嫌敲诈勒索罪 法院依法将相关的证据线索移交公安机关 由公安机关进行侦查 最终陈云因犯敲诈勒索罪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张兰终究因为自己对婚姻的不忠 而付出了代价 而同样的 于子朗出轨后 还用情人的私密照 勒索婚外情人 其行为不仅可耻 更触及了法律的红线 受到法律的制裁 至于陈云 他本是婚姻的受害者 当他发现丈夫出轨后 他本应运用法律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可他却利用私下要挟张兰 向张兰索要钱财的方式 想弥补自己的损失 这样的行为 同样是大错特错的 陈云本是受害人 反变加害人 等待他的 只会是深陷淋雨的结果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 都应该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 当有所为有所不为 否则必将自食苦果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女子与男同事在房间内热聊 却不想男友突然出现 醋意大发 许燕 我知道你在里边 赶快给我开门 情急之下 女子让男同事躲到了阳台上 不料失足坠楼 村墙趴在地上 身下流着一滩血 她的男友是否该为男子的死亡 承担法律责任 三人之间到底有何纠葛 闯出来的命案 下期播出